首相兼国政主席纳吉上周宣布 政府不会提成三无法令修正案 这也意味着由一党主席哈迪阿旺所主推的法案 将继续是一项私人动议 究竟在来临的国会 哈迪能否成功提成私人动议 巫统到底会不会让哈迪提成呢 现在就让我们来听听 智库政改研究所的创办人 兼职行总监王维信怎么说 目前来看有几个可能性 如果从纳吉在无论最高理事会之后 表示不会提成政府法案 之后副首相又说哈迪的动议会提成 甚至会辩论只是没有表决 第一个可能性看起来就是哈迪有机会 提成他这个动议宣读 那么辩论但是不会有表决 但是如果你辩论了之后没有表决呢 其实是有点儿戏的 因为就这个立法程序而言 在动议的阶段 你辩论的用意就是要表决 如果没有表决 所以其实是不需要辩论的 第二个可能性呢 我们看到这个 伊斯兰党本身有表示说 他们这一次呢 跟过去两次的做法不同 他们不希望像过去两次这样子 是宣读 他们希望可以辩论 可以走完这个动议的这个阶段 那么如果他本身已经有机会 办起来宣读这个动议 那么他作为一个提成动议的人 他是有这个权利可以提出要求 要当下辩论 那么就看议长作讲的一个回应 那么第三个可能性呢 如果说 巫统本身的政治考量 和这个巫统和伊党 也就是说纳吉和这个哈迪之间 他们的一些卸商 在以这个东西在议会里面 要讲的一种方式呢 如果之间的那个卸商不成功的话 他有可能是完全没有机会提成这个动议 为什么我这样子讲 因为现在在这个议程表里面 有十多个这个政府法案 所以如果政府不给哈迪提成他的动议 他有很好的理由 可以解释 因为有十多个政府法案 不太可能能够来到哈迪的这个动议 相反的 如果他让哈迪提成他的动议宣读 像上一次这样 如果纳吉的条件是只要他宣读 而如果哈迪宣读了之后 即刻要求辩论 就变成跟他卸商的那个情况可能不同 那么这种情况下呢 反而是政府会很尴尬 议长也很尴尬 所以你要嘛就是因为政府法案真的很多 所以没办法排到这一个个人议员法案 要嘛你让他提成动议 宣读这个动议之后呢 如果他有这个要求 要马上辩论到 你需要让他去辩论这个动议 所以到我看呢 最可能的两个可能性 第一个就是完全没有机会宣读这个动议 第二呢 就是有机会宣读动议那么有辩论 但是就只一辩论 不会有这个表决 我想应该这样的可能性是比较高的 原本我们知道说立法程序呢 立法权受到这种行政权的置业 这个大家都懂 但是呢 这种情况就变成说 它不只是置业那么简单 而是立法权呢 为了符合行政权的政治计谋啊 真的变成一个儿戏 就是我需要这样的一种版本 我就这样的一个版本 我需要那样的一种版本出现 就那样的一种版本 就变成从立法程序来看啊 这个东西已经是颠倒了 一向以来的那种立法议会里面的这种惯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